OK 好 大家好 我是洪信 我剛才因為走到人文社會館 所以來時了 我今天要來開一個新坑 叫做InDeveloper 獨立開發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在學校 還是學生 或者在學校工作 可能就知道去年的時候 原本Google對學校都有 無限量的空間 所以一段命結 那到去年的時候 這個政策取消了 所以就發生一個大屠殺這樣子 就是我們學校本來有 大概幾千梯的檔案 然後突然只剩100梯 也是全機構的人可以用 所以說就是學校 就要大家把所有檔案都撤走 然後再來講一個新聞 就是這個之前就有美國 就有新聞就是說 美國特工從駭客的雲鑽硬碟找到了他 他存他害了加密貨幣的私藥 然後就把他給帶走了這樣子 那其中這些新聞 我們就可以去看出來就是說 雲鑽 我們講雲鑽 他其實就是別人的電腦 那你把你的資料給了別人 那你其實沒有辦法控制 他們會怎麼去使用它 那我們現在常常會去講 也就是Web3的技術 但是我覺得Web3技術要能夠好好發展起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 還是使用者他必須要能夠掌控更多自己的資料 不能夠只依賴別人 所以說我們要怎麼樣讓每個人 都有能力去架設自己的伺服器呢 其實架設伺服器沒有那麼難 因為伺服器其實就是一台開著的電腦 它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它就是一台開著的電腦 然後可以連的上網路 那你裝一些軟體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一台伺服器了 而且它其實很便宜 有多便宜呢? 以上 這個是我家的NAS設定 這是一台3000塊的樹莓派 然後買兩顆硬碟 然後用個外接盒 這樣子你就有個87的儲存空間可以用 而且非常好用 那只要去裝一些自由軟體 像是做一系統用Linux 然後再裝像NestCloud 這樣人專案性別 然後你還可以去裝一些像什麼 GC這種視訊會議系統 你就有自己的很多東西可以玩 所以說我們這個專案想要做的就是 透過影片去傳播這些技術給大眾 讓大家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 而且它自己有辦法做到的事 那這時候也用影片就是因為想要去觸及到一些比較圈子外的人 所以說今天這是一個這個專案的新開始 所以邀請對這個計畫有興趣的人一起來討論 那尤其是希望可以找到有社群行銷 或者是影片製作相關訓練的人 那Slack我總有開了InDeveloper頻道 好謝謝大家 好非常感謝洪信給我們帶來的 никаких 這是 感谢观看